美国对大陆新关税生效日逼近道琼下跌105点 台股今天在平盖三网走弱之下开平低震荡 目前差不多是收盘了下跌32点来到11628点 成交金额只有954亿 美股观望气氛浓厚 台股选前一个月 行情怎么观察呢 真的有所谓的总统选举概念股吗 台积电这座护国神山还靠得住吗 理财APP连线访问 万宝投过朱成志董上 董上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美中新关税生效12月15号就要到了 双方谈判的不确定性还是存在 董上你怎么看美中之间新协议签得了吗 我是觉得一定会签 但是就是这个签的这个协议啊 时间点不好抓 但是也不会拖太久了 因为双方你来我往已经很多次了 那么也应该到了一个时候 这个对双方都有绝对的好处 首先要看毕竟这个贸易战是川普发起来的 要从川普的角度跟川普的利益来分析 他可能会怎么样 因为他现在面对了美国国会对他的弹劾 老实说他的压力是比较重的 那么他在北约花了半天力气 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得不到好像北约各国对他的支持肯定 因为他去那边是跟人家要多谈一点军费的 所以这当然不容易得到什么大家的掌声鼓励 所以对他而言他迫切需要一些能够把他的民调 能够把他的连任之路能够拉抬起来的东西 所以美中双方达成一定程度的协议是有必要 但是你说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可能 所以这次的协议它会是一个初步性的协议 或者第一阶段的协议 或者我们说它是个迷你级的协议 但是这个迷你级的协议呢 川普这边他是有这个需求的 我们再回头看中方 对中方来讲 他当然希望达成协议 中国的经济一路往下走 这也不是好事 现在一般在预期2020年 中国的GDP可能就是5.5%的一个成长率了 那么今年大概是保六都很辛苦 那当然他也希望把这个各种贸易战的问题告一段落 但是也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中方有提出来一个概念 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关税拉高起来的还原到原先 这个叫做出价嘛 那理论上美方不会让中国达成那么圆满的这个期待值 所以大概就是双方都有一个价开出来了 现在就是拔河比赛 在中间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 所以因为国际的气氛是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国际的股市 美国是高姿态的 它一直维持在高档 那么欧洲呢 慢慢的从低档里头 逐渐的比较稳定 那我们这看中国呢 最近看起来它的指数啊 始终维持在十年线之上 但是上一点点 它大概比十年线多五个percent左右 这个现象已经多久了呢 这个现象大概已经延迟了大概半年都是如此 换言之 这半年的时间 美国股市三不五是给你创个历史新高了 天价了 但是一个飞龙在天了 一个就在地板上面等 所以假定这个事情呢 真的出来个利多的话 我认为比较会涨的 搞不好是低机器补涨的新型市场 或者是中国 那么对美国来讲不见得会涨很多 但是美国还在多头是肯定的 是 董事长 台股昨天盘中越过前播高点11688 今天是一个开平低震荡走低的格局啊 我们很好奇啊 现在距离选战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选签的行情要怎么观察呢 我想选举之前啊 我们也看到今年呢 政府基金操作的绩效是非常良好的 那么今年按照目前报载的数字啊 因为我们没有最新的数字 我们只能够用公告出来的数据啊 大概今年前十个月吧 大概都有九个percent的一个获利了 那么我认为在今年啊 对政府基金来讲 手上获利满满 子弹有很多 所以往后看 一个月不到 一个月左右啊 大概就选举了 在这个时候抽腿的几率很低啊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子弹可以互盘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台股更下不来 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董事长 媒体整理出来 包括友达 联发科 台积电等十六党总统概念股 认为这是蓝绿通质啊 董事长你怎么看 你觉得这个十六党靠谱吗 我们现在概念是这样 在古老以前啊 那个时候市场上的投资人呢 这个业内呢 喜欢喘一些谣言啦 消息啦 总觉得好像 呃 所谓的政府互盘 有所的蓝银的概念股啦 绿银的概念股啦 等等 但是回归到现在啊 哪一股力量 能够抵得过 现在政府基金的这个 这个 这个金额啊 在以前早期的 国民党叫党产 那时候还有所谓 中央投资公司啦 等等旗下的一些投资公司 但现在这个也不可能啦 我看这个 不借钱来发薪水 都发不出来了 所以呢 只要看政府基金就好了 而政府基金 其实答案很简单 它称的东西啊 叫做指数 所以指数下不来 不是代表所有的股票 个别股票 那差异性很大的 那问题是说 这个地方 如果只是求 这一年来成绩 已经很好的政府基金 对它来而言 护盘重要任务 只要不要出大状况 现在已经一切 很不错啦 那指数都在 一万一千多点啦 你说昨天我们突破了 二十九年半以来的高点 就是突破 十一月六号的高点 突破一下 意思也到了 今天跌个三十几点 这些都算是很平常的 所以 它不用 那么用力 但是呢 搜指数 是非常容易 就是搜一些全脂股 就好了嘛 但是我们来看看 去个全脂股的方向 当然媒体喜欢用台积电 叫做护国神奇 这个名词 这听起来很耸动 但是我们看另外一个新闻 我们台湾的金控 前十一个月 这个新闻标题抖大 叫做狂赚 三千多亿 三千三百六十八亿 请问狂赚之后 今天股价如何 有没有狂涨呢 我们看到国泰金 涨四毛 我们看到富邦金 涨一毛 我们看到开发金平盘 我们看到赵丰金 这政府的 关股啊 涨0.05 那么这里头 华南金何库 还各跌了一毛 所以答案就是 标题写到 赚三千三百六十八亿 都不是市场上的主流啊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主流 不是看指数 而是看个股 那看个股呢 重点就不是看政府基金了 也不见得是看外资 而是看我们的内资 而内资呢 在选择的股票 12月 不要忘了 12月是一个什么月呢 快到年底了 有人要做账 财团要做账 基金要做账 第二个 12月是什么月呢 12月业绩数字 也差不多都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大家对你今年的获利数字 没什么很大的兴趣 大家要的是明年呢 那明年 这个时候 偏偏就是 没有任何财报公布 所以许多公司呢 透过了一些法说会了 所以法人去参加 就听 你明年会怎么样 我称之为 这个叫做做梦的行情 也就是说 谁画的大饼大 谁的梦来的大 那他的想象空间大 他的股价 可能就比较有机会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 都是市场上可以多多琢磨的 那董事长觉得 谁的想象空间大呢 我们刚提到全职股 还是来说一下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获得 Sony CIS大单 而昨天来到了 316.5元 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我记得董事长 你说过台积电 每10块钱是一个关卡 而且外资的态度是关键 那台积电的后市怎么看 还有 董事长觉得 可能哪些股票 比较想象空间呢 好 那我们先要确认 台积电绝对没问题 它是一个趋势看上 并且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都没有什么 特别争议的股票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它已经涨到很多了嘛 所以它未来的步伐 不会太快 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区间 可能有的时候涨一涨 涨到一个程度 它拉回整理一下 那你再回档 差不多跌个10块钱左右 逢低卡位 可以有利可图 但是你说像今天的跌个两块半 就有点尴尬 这个进也不对 退也不对 所以台积电 它只是给大家看的 给大家瞻仰的 不是给大家真的买进卖出 去操作的 那什么叫做操作的呢 我们就要看台积电旁边 我们常常讲的小矮人嘛 像我上次说的 那个世新KY3661 今天股价又创历史新高呢 但这种股票涨不完了 因为对它而言 它是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链 IP做一些智慧产战权 那大陆有很多家公司 IC设计公司 它可能需要更先进一点的制成 它可能通过这些公司来 当然这里头也不是说通通都好 今天呢 创意小跌个五毛 我们也看到也有外资报告 觉得好像创意没有那么好 这是大家的认知问题 但趋势上面 我比较认为 大股票摆在前面 看它的周边 周边比较值得注意 台积电呢 比不上 我们看它旁边的 比方说低价一点的 也许这个时候看看联电 联电那么低 16块多 今天涨个两毛钱 两毛钱百分比还不错 再来望宏 望宏也低 最近一直在股价 一直涨啊 它现在30 今天涨了6毛5 到35.85了 这种反而值得多看两眼 世界先进了 或者是像台积电供应链当中 帮忙做那个EUV光照盒的 这个加灯呢 加灯今年涨饭店了 今天又涨了两块半 这也是创历史性高的 就是最近都创过的 我觉得这个族群 可以这样子来观察 当然也可以找这种低的 比方说M31啊 这也是一个 今年赚一个资本以上 6643啊 它也是台积电的周边 还得过奖的 那之前呢 10月底的时候涨到天价408 最近跌到半年线 这个时候有回档了 那明年它好不好呢 应该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的 所以我想这是一组 第二组呢 就是苹果仍然是明年的重点 明年的iPhone 现在目前判断了 搞不好会出到五种手机 这么多 第一阶的中阶高阶 那这个其实苹盖的供应链 多多留意 这里头还是可以 很多股票可以挑的 是 所以就是台积电周边 还有苹盖周边 那大家所提的 比如说5G概念啦 网通啦等等之类的呢 你怎么看呢 5G没有争议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都好得不得了 那么年初的时候 第一大段 那时候刚开始涨 有的时候涨散热 后来有的时候涨到 PA功率放大气 然后就不同的股票轮动 那我是认为 因为12月的时候 牵扯到还有一点 结账的问题 很多投信 任阳股太多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为了拼最后的绩效 反而杀来杀去 这个短线就很频繁 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 像吻茂 前两天上涨 今天盘中跌了十几块 收盘跌九块半 这个就是 这个有点被投信调解的 但是呢 你说它第一会 跌到哪里去 也不至于 所以有的时候拉回 不看12月 要看明年12月 就是现在它可能是不好的 因为是筹码面的因素 不是基本面 但是明年又恢复正常了 这种股票反而有的时候特别亮眼 或者另外 我们看啊 像这一次传出来一个 三星手机间谍照片 这个间谍照片 把三星明年的一款新手机 拍出来居然五个镜头 大家吓傻了 以前一颗 两颗 三颗 现在四颗 四颗跑到五颗了 那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反而对于大力光啊 明年的评价也很高 但是虽然评价很高 今年大力光赚200多块 明年我们公司已经估到250了 但是它今天照样跌个145啊 因为它股价太高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不看它 你回头看一下郁金光 多多少少在iPhone里头 也有一颗镜头是它的吧 那这个郁金光 今天就涨了12块5 到了452 所以谈试啊 今天因为成交量也少嘛 就1030亿左右 所以有的时候 个股会轮动 所以我们不用太兴起 这个时候 税末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所需了 有的人喜欢看 我实质上这家公司赚多少 我才买它 我现在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明年 我有一个配息的行情 那部的局比较长 有的人要抢短的 那只好随着投信杀来杀去了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万宝 投资朱诚智 董上分析 谢谢董事长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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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